邁入第六屆的2023台灣戲曲藝術節 今年邀請張啟峰副教授擔任策展人 以英雄超時空為主體 規劃一系列精彩節目 內容從傳統經典出發 發展到新編戲曲 策劃十二檔傳統與跨界並程的戲曲節目 各自以不同時空背景和思維 描繪出不同以往的英雄面貌 今年的一個策展主題是英雄超時空 我其實朋友就常問說 英雄有什麼好做策展的呢 傳統戲曲裡面多的是英雄 各路好害各式的英雄 確實是如此 其實可能大家有看一些的經驗 就會覺得說 其實在傳統戲曲裡面 其實英雄真的是非常多 但是英雄加上超時空呢 可能就不一樣了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一個策展理念 或者策展主題就是希望 讓傳統戲曲裡面的各路英雄 能夠呼吸到台灣的當代空氣 我們藉由超時空作為一個橋樑 如何讓各式各樣的英雄 當在台灣當代的一個戲曲舞台上面 可以讓大家來重新檢視 或是讓他們重新被看到 因為在二十一世紀當代 我們對於英雄造就有非常多元 而且多面向的一個探討 那可能大家知道的 跟時代相關的時事造英雄 或是反英雄 悲劇英雄 孤獨英雄 更何況現在電影 電視還有動漫 一系列一系列推出不完 有這麼多的英雄 所以其實在當代台灣 其實我們有更多更多 探討英雄的一個角度 因此傳統戲曲這個大寶庫 成為了我們以超時空作為橋樑 請他們到了台灣當代的一個舞台上面 現身 然後大家可以有不同的一個 創作前提之下 來做很多很多的發展 剛剛提到了各式各樣的英雄 但是像傳統認為是一個英雄的 一個教宗教校的一個部分 在當代的一個價值觀當中 在當代以人為主的一個信念之下 他還可能是英雄嗎 你的大我跟小我 你的家庭跟國家如何來面對 如何來取捨 還有呢 跟性別有關的部分 那我們其實呢 在今年的十二檔演出當中 其實呢 就希望能夠盡可能地 邀請了十二個非常優秀的團隊 讓他們在一個藝術創發的一個 激發思考之下 能夠從傳統出發 藉由傳統的一個人物 來跟台灣當代對話 今年更首度推出大廳加小廳雙旗艦製作 大表演聽旗艦由秀琴歌劇團 與軟劇團合作 打造史詩旗艦大作鳳凰變 小表演聽旗艦則由真快樂獎中劇團 帶來全新編創作品 第一檔鳳凰變 這個呢其實呢 其實呢是我們今年的這個大表演聽的一個旗艦製作 由秀琴歌劇團 同時呢它是傳譯金曲獎多金的一個夢幻組合 然後呢其實呢這個是一個用戲曲來述說台灣故事的一個非常非常重量級的作品 由民政的一個歷史延伸到台灣的一個發展 所以呢這個其實呢可以讓我們在男性人物之外 藉由女性角度的一個探討來重新解釋什麼是英雄 好接下來是首次規劃的就是這個壯 這個是首次規劃的小表演聽的一個旗艦製作 其實壯呢其實呢這邊有一個小字 賢視異視烈視這個其實是左伯陶跟楊角埃的故事 那這個其實是去年 去年演出 前年演出去年得獎 然後呢但是呢 這個故事延續到了另外一個人物就是金科 金科當然是英雄嗎 所以呢其實呢在這個裡面 金科其實霸凌左伯陶的一個鬼 所以我們怎麼來看待英雄 這個故事呢非常重要的 從陽視連續到了陰間 從一個人的一個存在變成一個魂的存在 其實呢就翻轉了所謂英雄的價值 傳譯中心陳月宜主任表示 台灣戲曲藝術節自2018年開辦至今已經第六屆 雖然期間歷經三年疫情 但如同每個故事中的英雄一樣 不畏艱難走過冒險旅程 那因為過去呢三年都是在疫情當中 所以很辛苦 但是今年我覺得我們很有希望了 尤其在過去去年我們有徵詢了委員們 有關對於這個台灣戲曲這個 台灣戲曲藝術節的一些想法的時候 其實委員都有達到一個共識 就從幾個面向 第一個傳統經典這一定要守住 傳統經典 所以今年我們的節目就有國光 還有傳統經典戲來代表 第二個希望能夠有創新的 壯大整個文化內容的 所以會有一些新的戲不斷地加入 創新戲新編戲跨越的戲 那這次的十二檔戲裡面有十一檔 就是屬於新編跟跨域的 另外呢還有呢就是能夠有前衛實驗 甚至於是戶外演出的 所以剛才這個 就會帶來呢各位呢 這個所謂的跨場域的沉浸式的演出 那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過去台灣戲曲藝術節 因為疫情的關係 一直沒有請到國外的人士 來參與 但是傳統戲曲不僅僅是傳統戲曲 它也應該會跟國外的一些呢 可以做交流 讓世界看得到 可以透過這些不同的衝擊 讓我們自己的文化內容不斷地壯大 可是也讓我們展現 自己對自己文化 傳統戲曲文化的信心 2023台灣戲曲藝術節透過英雄的敘事 展現出台灣在地傳統戲曲多元樣貌 十二組優秀戲曲團隊輪番上陣 自四月清明假期開始帶來十二檔 共計五十三場次的精彩演出 邀請觀眾一起欣賞 記者領席會台北報導 到 到